今天整个就更加更加的明了了 我们知道呢原来他就是坦诚 的确是把国务机要费给汇到了 吴淑珍的人头户当中 上午10点20分特征署主任陈云南 检察官周适与朱朝亮抵达特征署 不到一分钟一辆黑色轿车跟着使劲 坐在车上的两人搬了一张装的厚厚一叠的资料下车 稍后检察总长陈聪明也跟着进入 三人大阵仗在短短一个小时间内究竟去了哪里 我们有去跟洗钱防治中心去讨论 请这件新交易关系的项目 又在约谈前总统府出纳陈正会的隔天 特征组到洗钱防治中心查贬加资金的流向 陈正会说他只是负责作账 只要单去对他核担 而且直接与他对口的人就是吴淑珍 不管是交钱或是要钱都直接向夫人报告 比对银行往来记录 检方发现陈正会曾经领悟交费现金 多次以现金存款的方式 分批小儿存入吴淑珍的大学同学 蔡美丽家族成员的账户 账户里的钱再转会到蔡家 在香港或是私人以及公司账户 再转笔汇入吴锦茂 在新加坡荷兰银行 以及南非标准银行的账户 最后再转转流入陈志中 黄瑞靖夫妇在瑞士苏黎市银行的账户 社会前总统府出纳了陈正会 多次帮贬家贵钱 对于所有资金流向相当清楚 不可能不知情 可以说是贬家洗钱的经手人 贬家洗钱案中 陈正会经手贵款 应当被列为共犯之一 但是车证组却仍以证人的身份 偿换他道案说明 车证组迟迟会把陈正会列为被告 据了解就是希望能突破陈正会的新房 说出更多的贵款事情 这是新闻许志明 下半天台北采访报道